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尿液是人体健康的感知器和预警器 人体健康的变化 有时候尿液是最先感知并发生变化的 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三种现象的其中一种 那么你就应该注意 可能身体正在通过尿液向你发出警告 一,尿液变臭 新鲜的尿液其实并没有太重的气味 略微能闻到一点点赤鼻的安慰 只有九只的尿液才会有细菌繁殖 尿素分解 才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 二,尿液变环 尿液的正常颜色一般为蛋黄色 如果尿液颜色出现了不正常的加深 那就要反思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不规律 或者是身体出现了毛病 第三,尿液有泡沫 尿液出现了颜色 气味异常 就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出现泡沫 以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是肾战出现了问题 肾毒超标的表现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汤 每周煮上一至两次来喝 可以清除我们体内多余的肾毒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10颗的环奇 环奇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中药材 无论是煲汤还是泡水喝都喜欢放上一点 环奇是养生界的明星药物 具有补气、养生、生精、养血的作用 千百年来深受养生人师的喜爱 环奇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环奇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具有补充能量的作用 从而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达到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作用 环奇具有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还可以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 环奇还具有一定的保护肾脏作用 尤其是对于肾脏疾病 比如肾炎、肾衰竭、肾中和症等等 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环奇的用量一般建议5到10克左右 过多的环奇容易导致上火 再来准备15克的芊石 芊石它属于一种中药材 芊石主要的功效有 健脾、养胃、补肾、滋肺、止咳 芊石的药效它是比较平和的 可以养血、月人、健脾、养胃 它能够帮助消化系统吸收、润疏、养分 并有助于养护脾胃 芊石还具有脂阴、养肾的作用 可用于治疗牢虚咳嗽、表皮、躁胃 蓝性精少等症状 还能够润肺止咳 芊石能够润肺止咳 可用于治疗肺躁、咳嗽、肝咳、无糖等等的症状 中老年朋友经常吃一些芊石的话 可以治疗肾虚不顾 还有腰细酸软、胰筋、胰尿、尿瓶等等 都有非常好的缓解作用 再来准备五至八克的枸杞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枸杞含有胡萝卜素、甜菜碱、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C和钙、磷、铁等 具有增强白细胞活性 促进肝细胞新生的作用 还可以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 枸杞作为滋补强钻剂 对于治疗肾虚 各种以及肝肾疾病 疗效非常好 能够显著地提高人体中的血浆卵酮酸含量 达到强生、钻扬的作用 再来准备10克的三肾肝 中医认为 肾主色为黑 三肾色黑 乳肝、肾筋、胃肝、胃肝、酸、性寒 具有一定的滋补肾因的效果 对于肾因不足 有补异的作用 可以辅助有效地改善 肾因虚弱引起的症状和不适 经常为滋补肾因 补肾药物之一 中医中的肾属于一个系统 肾为先天之本 主要功能包括长经 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主水、主纳气、主骨、生水、通与老、开窍与饿、以及恶因、其滑在发等 肾主水全是身体的水液代谢都是在肾阳的 气花温居作用下 从而分布到全身 然后再通过呼吸 饿便将代谢废物毒素排出体外 准备好的食材用清水 把它们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接着再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先把三药皮消除干净 三药它属于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 老少皆宜 三药它最重要的功效就是能够顾肾易经 对于肾虚所导致的小便瓶数多 四肢无力 腰膝酸软 须发枣白 耳鸣 头晕的人 如果每天适当地吃上一些铁棍三药 通过脂补肾筋 而有很好的顾肾易经 增强身体素质的作用 它还能够补皮 健胃 对于脾胃虚弱 所导致的谢谢 食少 服种 食欲不振 恶心 呕吐 腹痛 腹脏的人 如果适当地使用山药 能够通过脂补皮筋和胃筋 而有很好的补皮 健胃的作用 能够提高消化能力 去皮后的山药 把它切成薄片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 把清洗干净的食材 全部倒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 慢煮上30分钟的时间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 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 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30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不胜汤就煮好了 血糖平稳的朋友 可以加入一小块红糖调味 如果血糖不波动的朋友 可以加入少许食用盐 或者是喝原味的 也是可以的 里面的汤渣 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装入碗中 晾温热就可以喝了 枸杞本身就具有 补肾、益气、养肝明目的效果 如果将枸杞、环杞搭配在一起 可以使它们的功效会翻倍 环杞加枸杞一起煮水 可以起到很好的养生效果 还可以加速我们体内的 新陈代谢速度 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 肾毒排出体外 可以达到很好的减轻肾脏负担 除此之外 对于疏通血管 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可以让我们的血管 保持更加的干净状态 环杞是一味中药材 它的营养成分也是特别高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养生效果 所以建议中老年朋友 可以一周煮上一至两次来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